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未来水世界,我是Josie 有不少潜水员说去了很多志印尼 都还未找到番车鱼Mola Mola 真是没了没了 究竟Mola Mola有什么吸引之处呢? 番车鱼Ocean Sunfish,又叫做曼波鱼 是大型的大洋性鱼类 亦都是世上以知最重的硬骨鱼之一 不过有趣的是,它们身体主要靠 软骨组织来支撑,才令它们可以生到这么大条 成年番车鱼的体重由240-1000公斤 而它们的平均长度是1.8米 由贝旗去到团旗就是2.5米左右 比一个成年人更加巨型 番车鱼的尾旗随着染化而消失 取而代之是一块块状的架尾 这块架尾由贝旗和团旗汇合而成 作用就像一个方向陀 所以看起来,Mola Mola好像一个大鱼头 直接加尾尾 它的样子非常脆弱 亦跟其他鱼看起来不太相似 痴性番车鱼一次最多可以生3亿粒鱼 比任何脊椎动物更多 之所以生那么多 是因为大部分的鱼都会被其他海洋生物吃了 所以必须以量取成 番车鱼的学名Mola 在拉丁文是石磨的意思 因为它灰色而粗糙的皮肤 和圆形的身体就像一个石磨 番车鱼的英文名是Sunfish太阳鱼 因为它有时会游到水面曬太阳 被其他海料吃它皮肤上面的寄生虫 在荷兰鱼 葡萄牙鱼 法鱼 加泰罗尼亚鱼 希臘鱼等等 Mola Mola就被称为月亮鱼 Moonfish 在德国 番车鱼被称为游泳的头 或者飘浮的头 Schwemmendarkov 在波兰鱼 它被称为Samoogov 意思是孤独的头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尾巴 在芬兰鱼 它被称为Megagla 是快藏鱼的意思 最接近香港 有机会潜水见到Mola的地方 就是印尼的巴里 不过当地人习惯叫Mola Mola 原来不完全正确的 因为通常在当地出没的 都是Mola Alessandrile 就是Bumphead Sunfish 是另一种Mola 不知道在大家的Butter list 还有什么海洋生物 未见到呢? 一年12集的 未来水制界海洋生物篇 暂告一段 希望可以增进大家 对海洋生物的知识 不知道之后 还有没有第二季 和大家见面 多谢支持 拜拜